客人一個接一個曼谷現榨果汁攤 生意興隆 但客人肯定不知道 自己喝的果汁有加料 老闆眼睜睜被人拍到 他在攤子上 九滴方便 熟也不惜 繼續做生意 泰國網友在臉書上 投影片爆料 這名老闆每天傍晚 到曼谷BTS空中捷運 沙拉林站賣果汁 地點很好 生意火爆 但號稱現榨的果汁 卻是老闆從攤子底下拿出 一大桶來獻到 裝果汁的瓶子吸管 也疑似從打垃圾袋裡回收再利用 但最令人髮指的還是這一幕 你要用 你要用 老闆在塑膠袋裡小便 再若無其事 拉好衣服 繼續用沒洗的髒手 買果汁 領人作偶 而且價格還分兩種 泰國人買只要四十泰銖 外國遊客就要五十泰銖 拍攝影片的網友表示 原本也怕黨人踩路 但想想 覺得買果汁的客人 更可憐決定上傳影片 泰國媒體紛紛關注 警方也到場取締 得揪出觀光業的老鼠屎 記者綜合報導 有一個人的資料